哈喽大家好我是欢迎 今天这集影片呢要跟大家分享我去年定制的一把手工琴 那其实这集影片呢已经拖了一段时间 那主要是明天晚上呢我会邀请靳晨到我们的频道来做一集直播 那请他来分享一下就是制作这把琴的一些心路历程和有序的事情 那我想说在他来直播之前呢先录一个影片来分享一下我定制这把琴的动机 那我上个月呢也为这把吉他呢录制了一个demo 我会把它放在右上角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看 好那我们就开始啰 这把琴是我在2021年跟靳晨定制的 那我跟靳晨是在19年认识 然后那个时候在脸书上他发表了一个 他那时候做了一把吉他 那把吉他是还蛮特别的 他是一个低筒声 然后有扇形纸板 Fan fret 跟副角度纸板的设计 那副角度纸板我想大家应该比较少听到 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的 那他是一种比较现代的自行功法 对那总之那时候我到他工作室弹了这把琴 觉得很惊艳 那因为隔年我在制作向阳这张EP 那我就跟他借了这把琴 然后录制EP里面的另外一首歌叫做时光飞逝 那这首歌就是用这把琴录制的 那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萌生了一个 未来或许可以跟他定一把琴的想法 那后来呢 我开始喜欢上桃花星木测备板吉他的声音 对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品牌 比如说比较经典的美系琴 比方说马丁 Collings跟Huston Dilton等等 那也有一些机会呢 谈到就是用桃花星木做的手工琴 那我觉得那时候桃花星木的测备板会吸引我的原因 是因为他重量很轻 那他的音色呢 主要都是往比较明亮 比较清脆的这种方向 对跟玫瑰木的那种沉稳 比较有气质的感觉 比较不一样 对那那我是蛮喜欢的啦 在有一次我跟我去找静晨跟他聊了 就是我最近很喜欢桃花星木的吉他的一些想法 之后呢 我就决定跟他订一把琴 对那在下定的当下 其实是有一点冲动 不过还是有几个原因跟大家分享 好那第一个是 我有克制外观的需求 因为长时间弹吉他 其实对肩膀还蛮压迫的 那那一阵子呢 我弹吉他的时候 其实只要时间一长 肩膀就会很痛 对所以我需要一把 好抱一点的吉他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订的时候呢 我就加了 我要两个bevel的这个规格的需求 对那所以在我的 就是我抱着吉他的时候 胸口跟我的手肘靠的吉他的地方 会有两个斜面 对那让这个吉他会比 抱起来的感觉 会比他实际上的同声 还要小一点点 对那第二个呢 是我想要有一把 性能表现好的琴 对什么叫做 如果性能表现好呢 对我来说呢 他就是当我的手指头 给琴的力道的大跟 力道大跟力道小的变化的时候 琴可以相对的把这个 动态或是音色的表现 很忠实的反应出来 甚至更多 对那有一些琴其实 如果不是这样 就是相反的话 就是我用比较大的力量 跟比较轻的力量 他的那个出来的声音 并没有那么大的改变 的话呢 我就会需要用更多的力气 去弹奏他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 我想要有一把 性能好一点的琴 对那第三个是 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也是我觉得 如果你想要定制手工琴的话 可能要心里面要先有一个 这个这个基础 你定起来才不会觉得很 很没有安全感 就是我很喜欢 就是这种不确定声音的这种 刺激感 期待感 对那因为我这把琴 并不是要拿来做 可能音乐制作或流行音乐的工作 所以他的声音是怎么样 其实对我来说 我不需要去考量说 什么样的音乐适合 什么样音乐不适合 因为这把琴 我是只要拿来 弹奏我自己的创作 对那所以说 他只要符合我前面说的 这几个原则 就是桃花仙木做的 那重量轻 好爆 那声音反应好 那基本上他的音色怎么样 其实我接受度是蛮高的啦 但他的作品 其实我也没有谈过非常多吧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有一点在冒险的成分 对但是 在定的当这个过程呢 我就会觉得 如果说这把琴是一个 的声音是怎么样 那他会让我的 我的作品有什么样的灵感 就是我会去期待这件事情 OK那以上三点就是 我的定制动机 好那接下来要聊聊 手工琴跟品牌琴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先从手工琴开始 我想大家聊到手工琴 就会先想到就是他很贵 那有一些世界级的品牌 那可能起跳价 动辄就是五万五十万 那甚至超过百万的也有 对那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在听到有这个价位的吉他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是 哇那五十万的吉他真的会比 二十万的吉他好听两倍吗 对那在接触这样的一些 这种吉他经验之后呢 其实是我自己是觉得是很难用 金钱去量化啦 因为毕竟到这个价位的话 他已经算是有点像是精品 或者是收藏品的 的等级了 对那既然是精品的话 其实影响他价格的因素就有很多 好那如果你对于手工琴有兴趣 然后在他和大厂琴之间 有点犹豫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先 理清一下你自己的需求 那像以我来说 像刚刚我提到的三点 就是我是以他的弹奏性 跟他的木材可以 创造出来的音色为主 那像比方说 他的收藏价值 或者是保值程度 这个就比较不是我的考量范围内 对那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 他的这个比例不同 也会影响你说 会跟谁定琴 那会定大厂的琴 还是定独立自行师的琴 甚至你选用的木材 可能也会影响 那手工琴 不同于大厂琴的地方 我觉得在于自行师 他们会有一个 自己一套的结构 和升学的逻辑 所以说他拿到一块木材之后 他会针对这个木材 去做很细的调整 那他们会试着 藉由对于材料 和每一道工法的理解 去做出一个符合 他们的美感的吉他 所以说 我觉得如果你要跟一个 自行师定他的琴 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听他过去做的作品 那你才会对这个自行师做出来的琴 比较有一个真实正确的认知 另外就是自行师都会有一个 自己的独特的外观设计 可以克制的程度也蛮高的 我觉得蛮适合 就是对自己弹奏习惯了解的人 好那在另一方面 其实大品牌也都会有一些 Custom等级的小厂 那这些小厂呢 基本上都是由少数人把关 所以他的品质 虽然是跟他的量产琴 是贴一样的logo 但是他的品质 他的声音表现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这种等级的吉他 跟手工琴之间的界限 其实也很模糊了 总之我觉得认识自己的需求 才是最重要的 才能去买到一个 你真的满意的吉他 那最后4月5号的晚上8点 我会在频道里面 邀请靖程来做一场直播 那我跟他在聊这个节目内容的时候 他说他会带很多小东西来 对那我相信会很有趣 如果你对于手工吉他有兴趣 或是对于吉他的声音 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次直播 非常非常不容错过 好那我们就明天晚上 在直播里面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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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